这里是NetSwi 原来如此一个介绍各种古怪知识的频道 在当代社会汽车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在不断进步的科技下 汽车也不断地升级换代 其中 电动车和燃油车是目前市面上主流的两种车型 相比于燃油车 电动车有着明显的优势 例如节能环保 静音 安全等方面 这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使用电动车 然而 你知道吗 其实电动车比燃油车更早出现 电动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 当时 蒸汽引擎是主要的动力来源 但是由于蒸汽引擎体积庞大 噪音大 维护难等问题 电动车因其尽阴 体积小巧等优势开始逐渐出现 早期的电动车是基于电池驱动的 电池能够提供一定量的电力 用于驱动马达转动轮胎达到行驶的目的 不过 早期的电动车还存在着很多限制 例如 行驶距离短 速度慢 充电时间长等问题 这使得电动车的普及度一直不高 直到20世纪初 随着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 燃油车成为了主流 而电动车逐渐被边缘化 不过 在燃油车普及的同时 科学家们也在不断探索新的电池技术和电动车技术 20世纪20年代 聂格电池的出现 为电动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支持 电动车的行驶距离和速度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 石油危机和环保意识的兴起 使得电动车再次受到关注 当时 许多汽车厂商开始投入到电动车的研发和生产中 并且取得了不少的进展 不过 由于技术的限制 成本的高昂以及充电基础设施的缺乏等因素 电动车依然无法与燃油车竞争 直到21世纪初 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发展 和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 电动车再次迎来了发展的机遇 现代的电动车已经可以实现长距离行驶 高速行驶 快速充电等功能 并且拥有更加先进的智能科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 今天 电动车已经成为全球汽车行业的重要发展方向 许多国家和地区也积极推动电动车的发展 以应对环境污染和能源短缺的挑战 在未来 随着新能源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应用 电动车将成为汽车产业的主流之一 并且逐渐取代燃油车成为主流选择 除了减少环境污染和碳排放 电动车还可以降低能源消耗和燃油成本 从而节省用户的开支 而且随着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 电动车还可以实现更多的智能化和自动化功能 带来更加便利 安全和舒适的出行体验 如果你还没有体验过电动车 那么现在是时候了 你会发现 这些看似小小的电动车 在绿色 环保 智能等方面 都有着非常大的潜力和优势 相信未来 我们会看到更多更好的电动车出现 为人类带来更美好 更绿色的未来